捆结实点 大姐 要不然你走半道散了就麻烦了 放心吧 老妹 别说这玩意 就捆个猪构子 他也跑不了 大姐 你看我这个羽绒服能值多少钱 这玩意啊 不值钱 你好好看看 我的羽绒服就跟新的似的 我老公就穿两回 你就穿一回 他也是二手货的 你要想卖呀 给你六块钱吧 那我还不如白给你了 白给我行 那我谢谢老妹啊 老妹我看你真讲究 谢谢老妹啊 这个是个哪一事的呀 我还是翻不上呢 那你要着了啊 给你老公穿伏就完了吗 别跟我提他了啊 一提他我都生气 咋的啦 下课了 妈呀 你老公多大岁数了还上学呢 上啥学呀 姐把他给吹了 啥玩意啊 你把他给吹了 咋的呀 我看你老公那是挺老实的呀 你咋还把人家给吹了呢 你都不知道 他背着我藏了多少钱 你就让他藏他能藏多少 一个瘦破烂的 还藏了多少 人家跟我分手第二天 直接找那个小情人 买开宝马 宝马 咋的 就你们收破烂的 能有那么多钱吗 我说老妹你太瞧不起我们这行的 老妹你以为有钱的都得是大老板呢 我告诉你啊 现如今这个社会 十个搞房地产的 他不如一个烤羊肉串的 十个烤羊肉串的 不如一个收破烂的 哪行不输状元呢 大姐 我真没看出来 我看你老公 咋看他也不像那样人呢 那谁好谁赖还能写在脸上啊 老妹你这种思想可不行啊 跟老爷们必须得多提防点 提高点警惕 知道不的 我老公啊 我就借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跟我有秘密 大姐啊 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你好 大姐走过的路 知道不 没事琢磨琢磨大姐说的话 我可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得干上火来去呢 老妹你再有啥那不要的 给我留着 行 大姐走了啊 那你慢点走啊 这怎么 我听他说完 这心里没底呢 不行 我得试试他 咋试试呢 老公啊 你搁哪呢 你快点回来吧 咱家被盗了 你锁没锁门呢 锁没锁门 你回来看看吧 家里犯的浪漫七糟的 看看你丢没丢啥 行 好了 我就不信我扎不出来他的秘密 哎呀妈呀 咋能出这事呀 哎呀 哎呀 去 好 我书装台里的钱 还有力櫃上的工资卡 最客气 我留在厕所的内衣 他都给我偷跑了 哎呀妈呀 这小偷变态吧她呀 偷闹 厕所 厕所那水箱它冻没那水箱 我也不知道我冻那坡晚上干嘛呀 那里有钱呐 我藏的 好啊 还真跟我藏钱啊 媳妇 媳妇 极大欢喜 没丢 有味啊 没味 没丢 没丢 好啊 你个兔仔子 兔仔子也丢了 妈呀 兔子窝还有钱呢 啥玩呀 兔子窝里也藏钱了 哎媳妇 极大欢喜 这个也没丢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减少损失 嗯 就这两分 啊 就两分 不对 还有啊 还有 还有 呀 沙发里有了的 哎 哎 哈哈哈哈 这也没丢 媳妇 谢谢媳妇 这也没丢 哈哈 哈哈 这也没丢 说吧 藏钱干啥 藏钱 藏钱 藏钱干啥 媳妇 你听我说 媳妇 听你说啥呀 咋的呀 还想给小姑娘买宝马呀 媳妇一共一千六百个钱 买头驴都不够 给我说了 藏钱干啥 媳妇 咱不吵着行吗 不闹行吗 媳妇 我是爷们不 我知道你是爷们 不是爷们就不会藏钱了 媳妇你看我在单位啊 平时跟我这些同事 喝个酒了 撸个菜了 打个揍地主了 不得用钱呢 是吧 那你可以冲我腰啊 嗯嗯 我知道你要六百多回 你给过我一回嘛 嗯 媳妇我就羡慕你这小手哈 西场西场的 可有劲儿了 钱赚得可紧 废话 就你挣那两个钱 我要不赚得紧点 怎么过日子啊 那你也得感受我在单位 那种心情吧 啥心情啊 你大伙都请客吃饭 有一次我也请客 但是我兜没带钱 我假装喝多了 后来饭店就关门了 我才走 从那以后员工都躲着我 那帮同事有一次 我在饭店门口 遇到大伙 有时候跟人家干啥去 大伙一口通声 我们尿尿去 上饭店尿尿 那是尿尿吗 那是躲我 所以我就攒钱 高低请他们好好搓一对 让他们看看我 不是抠瘦的爷们 那你这回藏这些 也够搓一对的了吧 媳妇 这点钱也不能都我一人用啊 这是我跟儿子的共同财产 什么 你和儿子一块藏钱 啊 儿子找你要钱买个电子游戏机 你也不给买 说怕影响学习影响学习 咱现在孩子好像就是为学习而生的 从你给起那名叫程清华 你说那孩子你说压力多大 那天找我去了 爸你给我拿点钱买个电子游戏机呗 我说儿子 你叫爸要钱买电子游戏机 那就相当于让爸给你生个小弟弟 太难了 这么咱爷俩一起攒钱 我让爸给你买个电子游戏机行不 所以说我们爷俩就一起攒的钱 先买一个 跟我儿子买一个游戏机 你说的是实话吗 哎呀可以做到 那你说 我说把钱赚的太紧了 媳妇紧是紧了点 但是你得考虑我跟儿子的感受啊 你知道我们爷俩哈 天天吃早餐 就吃油条 不点豆浆 那么干爷呀 有时候我一根半他半根 我们上下班接孩子 上学下学 我们爷俩就追着公交跑 追公交干嘛呀 追公交跑 跑出一餐地省一块钱 哎呀可兴奋了 那你咋没追出租车跑呢 你追他还能省好几十呢 媳妇我也有把握的追飞机去 也怪我没能力 这些年在单位 就靠挣点点工资 好不容易今年过年 春节发了点奖金 我认为这六千块钱嘛 我给他攒一奖 啥 你发奖金了 我发奖金了 六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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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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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呢 是啊问我呢 给我瞅瞅 他嘴俩这么松明 白斩了 好啊 感情这大头可后边呢 这一笔就六千呢 我看他怎么跟我解释 哎呀妈呀 完了 啥子啦 六千块钱 那小头偷走了 媳妇 我 大层子你行啊 还跟我耍花样是不是 没耍花样真没了 六千呢 我告诉你啊 咱家今天根本就没招贼 这个局是我设的 我就想试试看看你 根本跟我长心眼 没想到你小子行啊 你还真跟我藏私房钱是不是 六千块钱你收起来了 谁收起来了 那就相当于入库了 我问你呢 我没收 你放哪儿了 放羽绒服了 挂那儿了 我看羽绒服都没了 羽绒服 这个老子不穿 那黑羽绒服 妈呀 哎呀 老公啊 那羽绒服让我给收破烂的了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怎么的 羽绒服让我给收破烂的了 哎呀 打我干啥呀 收破烂你 你家亲戚呢 你一下给他六千呢 我哪知道你那里有钱呢 我费不到你 我费不到你 再六千块钱你给打了你 你 谁让你往那里抄 哎 我的妈呀 我费不到你 我费不到你 那六千块钱你 就给收破烂的了 星不赶了 什么烂的 你要了我的命了 哎呀 什么人啊 加谁没了 钱没了 全没了 我的命 收破烂大姐 你咋回来了 这不给你送钱来了吗 还说你老公没有秘密的吧 这一副兜里缝着的钱 姐一分没一动 给你拿回来了 谢谢大姐 不是我说呀 就你老公啊 他也是窝头掉地踩一脚 不是啥好饼 麦 你是托尔大姐啊 谁托尔大姐 不是大姐啊 大姐一看你面散呢 我最烦你这种男人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 大姐 不用跟他废话了 他今天要不跟我说明了 藏钱到底干啥 我就跟你离婚 那你可别冲动 别这么点啊 那可不行 媳妇 那事已经漏了 那这先里有个信封 我能夹钱里的 你念念你就知道了 你念念嫂子 那你写什么玩意 亲爱的 真有情况了吧 行啊 这么多年跟我都没用过这个词啊 感谢你多年来给了我爱 还给我生了个好儿子 你啥才还有一个儿子啊 还有私生子了你 自从结婚以来 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愧疚 就是当时我们俩经济上都很困难 婚礼上我给你带的钻戒是假的 嗯 可是你明知道是假的 脸上也荡漾着幸福的微笑 从那一刻 我就发誓 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枚真正的钻戒 今天我得到了这笔六千元的奖金 如果告诉你 你一定不会同意用这笔钱买钻戒的 何况这个数目也不够 老婆 我会努力工作 如果 等到下一笔奖金到手的时候 我一定亲手 把钻戒戒在你的手上 老公啊 我错怪你了 你还有万言 你打的呢 你老公太好了 太感人了 做个没有的命啊 老妹 我多给你俩钱 你把你老公卖我吧 我收了 你妈你收破烂呢 谁给他买包吗 那那那行 行啊 笑 你平均 那我干什么 你平均 人难不得 你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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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均